Let's go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虹 今天我們要來炸廚房 我收到了一個神秘的生乳捲 好 它是與黃師兄弟合作的全新口味生乳捲 聽說是黑糖珍珠壯奶 沒錯 就是那個最夯的珍珠奶茶 這次要跟生乳捲結合了 那今天我們除了會吃原味之外 我們還另外準備了 登登 油炸 除了油炸之外 我們還會把它打成汁 所以今天我們總共有三種不一樣的吃法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在影片底下留言 覺得哪一種吃法會是最好吃 那我們就馬上進入今天的實測吧 啊 夠 登登 這就是我們的亞尼克生乳捲 有沒有 珍珠壯奶 哇 這是量給的很夠啊 你看 滿滿的珍珠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 那接下來我們要先來切片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因為我們要很多種口味 所以我們等一下它爆掉了 它爆掉了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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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尷尬 尷尬 別就這樣了 為什麼 好 這個等一下可能就是要拿去打汁的 打成汁的了啦 OK 我們切完了這個 好 這個切吧 就是可能你覺得生乳捲的份量太少的話 你這樣切起來感覺有沒有 就變得超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用這麼多的生乳捲來 油炸囉 這個是素薯粉 好 所以我們今天會用素薯粉來做我們的外衣 那我們還會搭上我們的蛋液 登登 所以外層會變得非常的金黃酥脆 首先我們要打蛋 OK 打蛋的話 我最會了 來 試試看 單手打蛋給你們看 好像有 好像有 炸 炸鍋 炸鍋 蛋打好了 接下來 要來過篩這個粉 登登 我覺得過篩的感覺就是 我要篩掉一些 那個 比較粗的 比較粗的 我像粉大概這樣應該是夠 過了一段時間後 好 這個 這個是我們 篩出來的麵粉 然後 是很粗的 所以如果說你們想要得到的話 底下留言 抽獎 送你們 篩 篩篩出來的麵粉 OK 我們準備好了一鍋油 要來 油炸生乳捲 好嘞吧 先聲明我完全沒有油炸的經驗 所以今天算是我的第一次 第一次就獻給大家了好嗎 除了炸之外呢 等一下我們會控制時間 我們手上有一個麻錶 等一下我們會 分別炸出兩分鐘 三分鐘 跟四分鐘的生乳捲 等一下也會為大家實測 到底哪一個分鐘數 會是最好吃的 有誰 介紹一下 レイド 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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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我們炸完了三個不同時間的生乳捲 好,大家如果還沒有留言就可以猜一下 到底是幾分鐘的生乳捲會是最好吃的 那,這個我記得是30秒 30秒,然後1分鐘,2分鐘 這個應該是烤焦了啦 對,大家可以等一下先留言 看猜哪一個是最好吃的時間 接下來我們要用剩下的生乳捲大醇汁 我們等一下會把生乳捲加入我們的終極果汁集中 然後我們會搭配不一樣的飲料 這一次我們總共搭配了三種飲料 第一種就是用珍珠奶茶口味 搭配珍珠黑糖狀奶的生乳捲 第二種就是我最常喝的咖啡 變成咖啡黑糖珍珠狀奶生乳捲 第三種我們會加上牛奶 讓它變成重乳口味 乳量多一點 大家也可以留言 覺得哪一種打出來會是最好吃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打吧 GO!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的生乳捲打成豬肉 登登登 我們的主角 生乳...我有差點 生乳捲 好,我們先 生乳捲,你辛苦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直接倒進去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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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生乳捲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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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欸欸欸,這樣好像可以啊 喔,真的,可惡 好 他好像最好在喊說他不想下去了 不要放我下去 好 可以 那我們生乳捲已經就緒了齁 即將你幫他加一點水讓他可以打起來 登登登登 有人有在家打過生乳捲嗎 可以下面留言 應該是沒有啦 我應該是第一個這樣打的齁 好,我們這樣子 多一點給你,OK OK,我們準備好了 大家有聽到生乳捲的呐喊了嗎 接下來我們直接無視生乳捲的呐喊 來了,準備好了 3 2 1 可以耶 可以耶 是真的打動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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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會很吵啊 他真的壓過我的聲音了 OK,我們現在打好吃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倒進我們的杯子裡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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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我們直接來喝一下 這個完全沒有加工過的感覺會怎麼樣好了 乾杯乾杯 可以耶 他其實就很像 在吃生乳捲的感覺 只是他變成汁的那種感覺 很像米漿 比較甜的米漿 真的耶 那麼這些就是我們今天所做出來的 黑糖珍珠狀奶大餐 接下來我們直接進入試吃的階段 終於辛苦了這麼久 我們先從原味的開始 我們來試試看到底怎麼樣 登登登 一開始拿到一個很重的口感 第一口 那個裡面的奶油會先爆開來 之後會是大家看到的這個黑糖的部分 黑糖就是它第二個會爆出來的味道 這個層次非常的豐富 我們有更好更好的料理 我們剛剛還記得嗎 我們把它拿來炸 沒錯 我覺得炸的應該會比較成功啦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回去評價剛剛原本的分數 好我們現在來吃炸的 兩分鐘的烤椒 有點烤椒啦 但我不知道太確定它吃起來怎麼樣 那我們就來吃這個 兩分鐘的生乳捲 我們直接吃了 我覺得烤鍋更好吃耶 烤鍋真的更好吃 還有一點 塑膠塑膠的那種感覺 真的非常好吃 我覺得比剛才那個層次 因為剛才那個是只有甜的那種感覺 這個是多了一種苦味 啊不是 多了一種焦焦的味道在裡面 我覺得更好吃真的 真的很好吃 啊我突然想起來了 它的口感其實就很像 大家有去淡水吃過那個炸雙胞胎嗎 這很像那個味道 所以它其實 酸中 好吧 酷 不是 書中代前 那麼再來是 我們炸一分鐘的 登登 我們就來看看 炸只有一分鐘的到底可不可以吃 好321 嗯 我覺得這個 跟兩分鐘吃起來 我覺得兩分鐘 真的是意外 恰到好處 這個它在裡面 就會顯得有一點點軟 就有點像是原味 但如果說你本身 就比較喜歡吃軟一點點的朋友 這應該會很合你的口味 但它吃起來就沒有像是那種 雙胞胎的感覺了 它的炸的那個硬的程度 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它感覺像是 炸過的雞蛋 雞蛋糕的那種感覺 接下來是最短的30秒 好 挑這個來吃 登登 喔 太軟 它其實更忠於原味 外硬內軟 那我們接下來 要把這些我炸好的東西 分食給我的朋友們 來看看他們的想法吧 GO 嘿 千長 欸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那個 炎素肌的渣渣 沒有 不是嗎 這個東西 好我先不要爆雷好了 這個東西 你吃下去 可能會有一點小小的驚喜 驚喜 對 那如果沒有驚喜 你要負責嗎 那我就再炸一個給你吃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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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你覺得第一次吃的感覺是什麼 好難吃喔 學不給面子 沒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裡面有那個軟軟的 可能有點像蛋糕的東西 但是因為外面皮炸的地方太多了 就味道都被蓋過去了 所以 吃不太出來是什麼 感覺就是 炸的一個東西 對就炸的一個東西 不知道什麼 就是我們 珍珠爆乳 不是 爆乳 不是 喔沒有沒有沒有 生乳卷啦 然後是珍珠奶茶口味的 對很特別 然後你吃不出來珍珠奶茶對不對 誰吃在做啊 只有珍珠而已 你先給我換十個來 有人 有人吃出來我頭過下啦 好那一到十分你給幾分 兩分 那麼接下來就是 品嘗飲品的時候 雙倍的珍珠奶茶 究竟喝起來怎麼樣呢 喝起來超級像 把米漿加到珍珠奶茶裡面 就是一個比較濃的珍珠奶茶 這個好像不太可以耶 我給兩分 再來是加入了牛奶 變成重乳口味 我們來喝喝看 這個會比上個好 所以我給到 四分 再次加入了咖啡的 咖啡口味的珍珠奶茶 滿滿的咖啡味 然後喝起來就感覺像是 咖啡 好囉 那麼以上 就是今天的 雅尼克珍珠黑糖壯奶 的三種不一樣的吃法 大家最喜歡哪種吃法呢 我個人最推的吃原味 但其實再來呢 我真的覺得不錯啊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不太好吃呢 這是有點尷尬 好 所以如果說跟我一樣 喜歡這個 雅尼克新推出的口味的話 別忘了可以去買來試試看看喔 那現在各個通路大家都可以輕鬆的買到這個新口味 而且限定45天 好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試吃影片啦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炸廚房系列 別忘了按下你的喜歡的小鈴鐺 下一次大家還想要看到什麼炸廚房料理 也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生路卷 那我們剛才把它切成比較小塊 那現在就來請我的朋友來試試看 是 好 來囉 1到10分 沒有 4分 4分 一樣是4分 好謝謝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1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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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